沈爺 没什么要和我交代的吗 不是 这件事真没你想那么严重啊 我也知道 你这个时代 很多规矩都不用守了 但是避嫌两个字总会念的吧 我跟那些人的关系正在微妙当中 于情于理 你都不应该和沈爺能私下会面 谁啊 我相信 你今天给我唱了这么一出 总该会是有前因的 所以这沈银灯 到底和你认识的什么人 长得一模一样 她和我的初恋陈婉 长得一模一样 你不是有女朋友吗 怎么还惦记着 你以前的女朋友啊 不是 陈婉她已经死了很多年了 我 我只是 真的一模一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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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 连说话的声音都一模一样 不过 我心里也清楚 她和陈婉毕竟不是一个人 我向你保证 我之后再也不见她就是 别 两回事 又是初恋 又是一模一样的 心里掀起惊涛骇浪也是正常的 我 反正这个安曼出局是肯定的了 你要真是对沈吟灯 产生出了什么特殊的好感 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你还是风平浪静 淡泊已对 反而值得怀疑 再说了 你要是真的喜欢上了沈吟灯 我不让你们见面有用吗 怕是会越进越烧 视同辽缘吧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我喜欢沈吟灯了 你跟她怎么样我管不着 你只要记住两点 一 管好你的嘴 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二 正跟沈吟灯花前月下的时候 选个我看不见的地方去 我这个人虽然大赌 但是看见她一副 跟我有仇的样子 心里不舒服 不是 你在说什么 什么花前月下 你把我擒放当什么人了 还有啊 可是是 你能不能 别老是摆出一副老气横丘的样子 教育小孩呢 你在我面前 可不就是小婆孩吗 倒还挺有自知之明的 谢谢观看